法昂彩福寿图美人对瓶组 是有似称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庆的李陵右下五彩池制作而成 它为清朝末年皇室专用池 且当年因毛泽东建其大为惊喜 因此特选为其专用池器 故有毛池之称 现今为中国推行池器主流 更被选为国池 有奥双老人之称 也是工艺美术大师的张震 仅仅32岁就成为毛泽东的御用国理大师 并被称为李陵官瑶第一人 张震大师制作的毛池此晚 曾在拍卖会上以3200万元的价格派出 而2012年以当代作家第一人进故宫出展 更是奠定了张震大师的历史定位 而福寿图美人对瓶组 就是由张震大师 与现今宫廷发廊采第一人 发廊采研究院院长 博物馆馆长的义查理大师 所原创 此对瓶上的图案 是取自于慈禧太后当年的手稿 丰盛饱满的寿桃 以及盛开的牡丹花 象征着福星高照 延年益寿 对瓶线人于故宫展示外 更获选为正与中英建交40周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华诞 英国查尔斯王子婚礼 及日本天王的国礼 除为义查理院长 故宫首展之外 更为张震大师的巅峰之作 因为已经绝机 遂可见此对瓶的珍贵 及其拥有极高的价值之处 子作品于2012年 张震大师工作室 标价为22.8万人民币 而于故宫 现已达60万人民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